多动这个地方 他眼睛里的东西就可以跟得动 今天来玩BW2水费的配件包 章鱼坦克 一百来块的主体 配一千多的配件包 水费还是你玩的话 新的就不动了 还是再整一个吧 因为这东西绑线拆了以后 就不能回合了 章鱼坦克正式名称为 移动基地章鱼坦克 登场于动画第28集 是由水费家族给水费送的礼物 然后让送快递的表弟伊卡德 给水费送来的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乌贼 和水费是同谋幻色 不过也就只有买了这个基地 才能获取这个角色 野兽形态的玩点 就是推动后面这个东西 他的嘴巴就可以连动 这俩完全就是铜锣换色 连喷涂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不过伊卡德的塑料质感 比水费好一些 来看看基地的玩法 拨动这个齿轮 招于坦克的眼睛就可以动 两边都有 而且不管拨动哪边 他眼睛都会一起动 脑袋可以360度旋转 并且有齿轮关节 前面两个爪子是软胶材质 而且有丰富的章鱼吸盘刻画 所以前面的爪子 就可以随意摆造型 后面的六个爪子 比普通的塑料软一些 但是没有两个大的软 在后方有两个黑色的零件 可以往前推动 然后前面的爪子 就可以跟着连动 从下面看 就是这样的原理 剩下的玩法 在动画里都有一一展现 让我们跟着动画一起玩吧 后面这里有个推动器 然后原本嘴巴里有一个管子 不过这个散户的管子丢掉了 全新的又不好拆绑线 所以就不展示这个玩法了 正常情况下 管子吸水之后 推动后面 它的嘴巴就可以喷水 先把它的脑袋打开 然后把驾驶舱拿出来 驾驶舱可以变成一个飞行器 飞行器附带了六枚弹射 另外四枚是备用的 然后把水费装进去 水费的屁股要对准这个凹槽 然后把双手的卡扣结合 按动这个黑色的地方 就可以把弹射发出去 力度还是很大的 把水费装上之后 简直率炸好吧 而且科技感非常高 有了这个装备 水费就可以实现海陆空全方位作战 折叠两次 就可以把飞行器变成摩托车 搭载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平时水费自己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喜欢用这个形态 不过玩具有一次轮子全是偷胶 就很影响观感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基地形态下水费因为太大 所以不能坐进去 好了 仗鱼坦克的所有玩点都展示完了 大家感觉水费的这个配件包怎么样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 除了价格方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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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